明国扬州历史 曾经有过那样的一群人,曾经有那样的一些往事。提计蒋介石于北伐时期,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,曾经先后两次到过扬州。 第一次是到扬州都市,第二次是到扬州游览。第一次到扬州,是都市打败军法孙传芳明国十六年1927。 5月23日,和英亲指挥的第一路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击败孙传芳联军攻克了扬州,并继续向邵伯、高友、宝英等地挺进。 当晚,和英隐乡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,从指挥白重启发去电报告解。 次日,和英亲进驻扬州。 当月31日下午,蒋介石带着二十多名士,从人员由南京城车到镇江,住在郊山定惠寺的方丈市。 6月1日中午,郊山乘轮船荆瓜州,于下午四时抵达扬州。 此时,和英亲及扬州各界数千人,一立于市区内古运河的两岸欢迎。 蒋介石在在南门的超官码头上岸后,在和英亲的陪同下,来到第一陆军总指挥部两怀研任实属扬州老师政府大院,稍事休憩,及往徐园赴宴。 第二天上午,游览了寿西湖、亭山堂等名胜虎记。 近午时分,蒋介石在武师师范学院操场举行的欢迎会上做了北伐的演讲。 蒋介石说,扬州的同志同胞们,兄弟经常扬州民众如此欢迎,非常抱歉。 因为扬州同胞受北洋军阀的压迫,是我们国民党未能扫除所致。 扬州的雄城级烈士,是推翻满清的革命先驱。 今天同胞欢迎我,无疑是欢迎烈士精神。 国民革命军的军人是同胞手足,望相亲相爱,一致努力,完成志愿。 第二,蒋介石在蒋眼中还称在扬州乃美丽之区,运河川城,人杰地灵,古称门话之邦。 午后,蒋介石清缺了,军事汇报,并具体安排了下一步进军线路和朱耀士之后,乘轮船返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